一星期一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主播长浩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 人到中年 不喝三酒 不比三物 不走三亲 人到中年 不喝三酒 不喝醉酒 人到中年 身体走下坡路 喝醉一次 等于得一次 奇性肝炎 无语健康 人到中年 全家老小的重担 都在身上 喝酒误事 喝醉一次 就容易惹大麻烦 人到中年 要心里有底 应酬往来 要拿捏分寸 感情好的 不会比你喝酒 让你难受 不喝无名酒 人到中年 立身要稳 全家老小都在身上 别冒险 没有正经名堂的酒局 就不要凑了 喝酒要有名 不要来者不拒 让那些想灌醉的 没有可乘之机 要学会拒绝 把握好分寸 如果不是非要喝一杯 就别往酒馆凑了 人到中年 修身养性 清茶半输 才是延年之道 不喝不敬之酒 酒桌上 那些不对付 话里话外 讽刺你的人 就不好跟他喝酒了 爱曾分明 别吊自己的架 你瞧不起我 我也瞧不起你 人到中年 要有骨气 没必要 冷脸贴热屁股 人到中年 不比三物 不比钱财 亲朋好友 不攀比钱财 钱买不来幸福 买不来快乐 钱不用太多 够用就好 有钱没钱 就是三个宝一个岛 人不懂知足 再多钱 也不快乐 知足者富 小富即安 就是幸福 不比孩子 孩子有自己的路 不要拿别人的孩子 跟自己孩子比 别人家的再好 你也不肯换不是 孩子有没有出息 没那么重要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就是福气 不比房子 房子大小不重要 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挺好 房子位置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夹在心里的位置 房子的装修不重要 温馨快乐 比什么都好 人到中年 不走三千 不走势利亚的亲戚 富在深山 有远亲 贫在闹市 无人知 很多亲戚 不是冲着人去的 是冲着力去的 你得意的时候 他围着你转 你失意的时候 他在旁边看 高了捧 跌了踩 这样的亲戚 不走也罢 不走太算计的亲戚 处处算计的亲戚 不要走了 见便宜就上 一点亏也不吃 斤斤计较 被利益 蒙蔽了双眼 认钱 不认人 这样的亲戚 没有交的必要 不懂感恩的亲戚 他有难的时候 你亲尽全力去帮 你有难的时候 他假装看不见 人与人之间 是相互的 你怎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 不懂感恩的人 不能交 白白浪费 感情不说 甚至还会培养出 落井下石的白眼狼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欢 可以在文末点赞 或转发到朋友圈 喜欢长浩的声音 可以关注我的 微信公众号 三个声音 在那里 长浩会给你带来 更温暖的文字 我们明天见 晚安 明天见 我被爱盘住 终生孤寂 不挽手 不放手 笔下话不完的缘 心渐渐不满的缘 是你 为何爱盘住 终生孤寂 真不妥 逃不过 眉头 截不开的剑 命中截不开的剑 是你 我失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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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着 你这样 有独自 又逃底 年少是过前程 发过的事 沉默的沉默 在深海里 这万复事 结局还是 失去你 我被爱旁逐 终生孤寂 不放手 不放手 笔下画不完的缘 心情填不满的缘 是你 为何爱探出 终生孤寂 将不妥 逃不完 眉头剪不开的剑 命中剪不开的剑 剑不开的剑 剑不开的剑 愿去你